前些日子,22岁的弟弟问陈青要一万块钱,说要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。陈青拒绝了他。没想到因为这件事,弟弟将陈青夫妻俩的微信都拉黑了,也不再接他的电话。 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后来陈青给继母打电话,说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准备烧回去。继母态度冷冷地硬着。等挂了电话一会。继母又拨了过来。噼里啪啦地说根本不想接陈青的电话。现在他混得好了。可一毛不拔的。给他弟弟买个手机都舍不得。 举着手机的陈青一证。慢慢明白过来。继母是给别人打电话吐槽陈青。却没想到误播到陈青这里。陈青的心就像被戳了个洞。里面鼓鼓涌出的全都是悲伤。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。他其实很恨他们。恨弟弟、恨继母、恨奶奶。也恨继父。但为了维系表面的融洽。 陈青不得不像个没事人似的。跟他们来往。过年过节回去看他们。给他们买礼物、包红包、虚寒问暖。但过往的种种。他们对陈青的伤害。 却是一根根刺一样。时刻的在扎着他。让往事随风飘。这对陈青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。陈青父母离婚那年。他只有四岁。是1994年。 其实在那个年代。离婚的是很少。但他父亲不顾家。还频频出轨。母亲忍无可忍。愤而提出了离婚。 因为父亲和奶奶嫌弃陈青是女孩。他们见无法挽回。就让母亲带着陈青一起滚。 陈青跟母亲暂时回到了农村的外公外婆家。但没有房没有钱。没有工作也没有文化的母亲。还带着一个脱油瓶。母亲要靠什么生活。别人在镇上。给他介绍了一个穷的叮当响的男人。为了生存他接受了。那个男人的家真的太穷了。黑区区的一间砖码房里。一到下雨天就漏雨。 屋里一张桌子板凳都没有。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。这个临时组成的四口之家。只靠他们打点灵工来维持生活。母亲觉得只要两个人一条心。凭着努力一定会把日子过好。可事实上。他们不管怎么努力。生活都没有起色。家里依然一贫如洗。而他们也经常因为琐事争吵。 根本无暇照顾两个小孩。而陈青因为吃的不够营养。长得瘦瘦小小。面黄肌瘦。陈青七岁那年。父亲突然带着一袋子零食出现了。 他亲热地喊着陈青的名字。塞给他一把糖果。陈青对父亲的印象已经模糊了。令他雀跃的只是有这么多好吃的。父亲第一次温柔地问陈青。 要不要跟爸爸一起生活。母亲在旁边瞪着他。说他想得美。说陈青是自己的女儿。父亲不看他。继续对陈青说。只要陈青跟他回去。就给陈青买新衣服。 还给他买很多好吃的。陈青忙不迭地点头。答应了要跟父亲一起生活。后来陈青才知道。父亲不是真的担心陈青。或者想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。 只是因为他那时找的女朋友无法生育。他才想要把陈青接回去。跟母亲在一起。 至少还有母亲护着他。而跟父亲在一起。陈青一下就变得孤苦无一了。父亲很少回家。也不会过问他的事。只把他丢给根本不带见他的奶奶。 陈青每天都很想母亲。常常哭着说要回家。换来的都是奶奶的一顿臭骂。那些日子。即使现在回想起来。也会让陈青泪流满面。 孤独无助压抑惶惶恐。不仅如此。陈青还要帮着奶奶做很多家务。和照顾姑姑的小孩。对于还是个孩子的陈青来说。在那个屋檐下。根本就感受不到一点亲情和温暖。 父亲和奶奶。也只会追问母亲要生活费和学费。就这样过了两年。期间父亲的一个女人怀孕了。她们结婚后。 父亲和奶奶又觉得陈青多余了。她们希望母亲把她带走。这下。陈青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母亲身边。抱着母亲。 他们俩痛哭了一场。母亲这时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她在镇上租了个房子。一个人带着陈青开始艰难度日。 后来母亲在镇上。开了一家小诊所做药品批发。虽然收入微薄。但好歹能养活她们母女。她们也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。 父亲的新老婆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从那以后。她就再也没有来看过陈青。她们也就慢慢断了联系。 而陈青的生活里。也不会有父亲这个角色。有时她也问自己想不想父亲。也许会想。看到同学的父亲来接送他们。或者马路上遇到牵着父亲的孩子。她都会羡慕。父爱是什么滋味陈青从来没有感受过。或者这一生也不会有。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碎了。 到2002年。母亲的小诊所。因为资质的问题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。她只能找了一份药厂送药的工作。因为那个药厂在隔壁县城。而陈青在镇上上学。母亲每天早上5点就要赶着出门上班。一直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。白天她就骑着摩托车给各个药房送货。风吹日晒。 才12岁的陈青每天自己上学。放学后买菜做饭写作业。到了时间就关灯睡觉。她体谅母亲的辛苦。也心疼母亲。所以她从来不提过多的要求。尽量把自己照顾好。不给母亲添乱。 有时陈青生病了也不告诉母亲。自己硬生生的扛了过去。后来母亲工作的药厂。不允许工作日回家。她不能每天回家了。只能在周末回家一趟。 而陈青平日里就一个人生活。除了孤单。她也是怕的。特别是在晚上。睡觉前总要一遍遍地检查门窗。要把椅子桌子搬过去抵住门。还很容易被惊醒。 听到动静。一颗心就悬了起来。打雷的日子就根本没法入睡。把头埋在被褥里瑟瑟发抖。陈青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勇敢。要坚强。可是眼泪却哗啦哗啦哗啦地流下来。所有的坚强都是逼不得已。而陈青的坚强。就是在那些日日夜夜里。千锤百炼连过来的。母亲也不放心陈青独自在家。 万般无奈地将他托付给母亲新交的男友。这个男人丧偶。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。母亲希望他能够帮忙照顾陈青。但是和他同处一事。才是陈青心里最怕的一件事。他总是会借口。问陈青是否吃饱了。还让陈青趴在他腿上。由他给陈青拍背。当他的手落在陈青的背上时。 陈青只感觉毛骨悚然。浑身的毛孔都在紧张。这事的陈青已经13岁了。依稀地懂得他的不怀好意。他没法告诉母亲。只能处处防着。在家里穿得严严实实。睡觉时把门锁死。但有天夜里。他还是跑到了陈青的房间。 将陈青压在了床上。那一刻。恐惧像冰冷的蛇。缠绕住陈青的心脏。他奋力呼喊拼命挣扎。而他大约害怕被隔壁听见。 只得放开了陈青。匆匆地逃了出去。这件事让陈青惊魂未定。 很长一段时间。他都在枕头下放了一把刀。合一而眠。 但是因为羞耻。陈青一直对这事守口如瓶。而他在那以后也有所收敛了。不再有越轨的行为。后来母亲和他结婚了。多可笑。这个差点侵犯了自己的人。竟然成了自己的继父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。陈青一直没有说出这件事。是因为他不想毁掉母亲的幸福。好在母亲和他结婚后。终于辞职了。回来和陈青一起生活。陈青的一颗心这才安稳下来。母亲又开始张罗着做点小生意。他们在镇上开了家超市。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。慢慢地还清了债务。 生活也过得好一些了。但他们之间还是磕磕碰碰。吵吵闹闹。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陈青。比如母亲给陈青买了一件七十元的衣服。只能说三十元。而继父都还觉得不该给陈青买衣服。两个人就会大吵一架。有次在路上遇到父亲。好几年没有见了。一时之间。陈青都不知该如何反应。 好一会才喊了一声罢。父亲点点头。嘴角扯动一下。说陈青个子长这么高了。跟父亲遇见后。陈青开始跟他有了往来。大约是愧疚。 他会时不时地给陈青一点零花钱。这让陈青的心里也是充满了感激。 母亲跟继父在因为陈青的事吵架。陈青不忍母亲为难。也不忍母亲因为他过得这么辛苦。再加上想要躲避继父。陈青便提议不如他去跟爸爸一起生活。 母亲看了陈青一眼。欲言又止。陈青知道他也烦透了这样的生活。也许没有陈青这个脱油瓶。他可以不找这样的男人。也可以过得更好一些。 也许陈青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受欢迎。他只能加倍地隐忍。也只能谨量让自己的表现。显得的懂事和乖巧。但委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每天都在发生。奶奶每天早上会给弟弟鸡蛋。但是陈青没有。奶奶会把零食水果藏起来。只给弟弟不给他。吃饭只要陈青加菜几次。奶奶就说他少吃点。 给他弟弟留着。陈青要用钱。奶奶也说陈青弟弟小。省着给弟弟用。不仅如此。奶奶还会污蔑陈青一些莫须有的罪名。 比如跟老男人牵手之类的话。编排给周围的人听。陈青生气、愤怒。但谁会在意。继母当陈青是空气。父亲也常常不在家。更不会过问陈青的事。 他身处冰教。每天谨小慎微地过着日子。连大声说话也不敢。他有过一千次一万次想要逃离的念头。甚至也有过极端的想法。但只要一想到母亲。他就把这些念头摁了下去。陈青对自己说要好好学习。只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。 才能让自己和母亲过上好日子。他的成绩一直不错。2006年中考时。他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在学校也就只有十来个学生能考上高中。父亲知道后非常的高兴。继母顺势要求父亲。带着弟弟一起去县城生活。父亲同意了。高中三年。陈青在父亲家过得依然压抑孤独。 除了吃饭。他们几乎不给陈青任何的零用钱。最难时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。只能用纸巾替代。没有新衣、没有零食。没有关怀和温暖。陈青每天都穿着校服低着头。沉默地穿梭于校园。明明阳光那么明媚。但陈青只觉得风一遍遍地刺穿了他的胸腔。美好的童年。绚丽的 青春。对陈青来说都是不存在的。他颠沛流离。受尽冷眼,忽略不公平。除了忍耐。他还能怎样。但这样的经历。也让陈青变得越来越有韧性。 他知道改变命运的只能是自己。有时他特别的羡慕弟弟。避地刺穿都是最好的。他可以上各种培训班。可以在父母的怀里撒娇任性。也可以顶嘴和发脾气。而陈青连喝一杯牛奶都是奢望。 曾经有个同学半开玩笑的对陈青说。他真是班上最最灰头土脸的女生了。陈青哑然。然后潸然泪下。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。选择父母和家庭。陈青只能承受这一切。别无他法。所幸的是苦尽甘来。高中毕业。陈青终于考上了不错的大学。 他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北方城市。大学期间。陈青根本就不想回家。寒暑假都找兼职或者实习。大学的学费。每年三千多元是父亲出的。母亲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。再加上奖学金。想来。大学生活是陈青这一生里最轻松的时光了。陈青会给母亲打电话。但很少与父亲联系。 也许陈青的心里也是怨他的。他不会不知道陈青的委屈。但却不闻不问。不过日子慢慢的好了起来。母亲家拆迁分了两套房子。还有了铺面。父亲的生意也越做越大。已经变得很富裕了。而陈青大学毕业后经过几次考试。终于进了不错的单位。现在的陈青独立了。也不再漂泊了。 还结了婚有了孩子。老公对他不错。公婆人也很好。回头望来时的路。他终于可以欣慰地笑一笑了。那个孤苦的女孩终于长大了。他不再寄人篱下。也不再仰望别人的鼻息而活。他也安慰自己。每个人都会有私心。继母和奶奶偏袒弟弟是应该的。 继父向着哥哥也是难免的。自己不用太计较。因为只要自己对他们好。他们也会对自己父母好一些。因为这样。 陈青常常去看望奶奶和继母。也会把继父对他做的是深埋于心。但事实上。陈青觉得自己太失败了。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处好。母亲家房子拆迁。分了两套房子和铺面。继父希望全部给他儿子。母亲希望能把其中的一套房子给陈青。 为此他们常常吵架。过得水火不容。其实陈青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房子。他跟老公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努力。买了两套房子。不会在意镇上的房子。但是陈青知道这是母亲的心结。他一辈子没有房子。现在希望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陈青无法劝说。只能由着他去了。 因为陈青老公在他生孩子时。一直在外地念书。公婆还在做生意。所以陈青跟母亲。租了继父儿子的房子居住。有母亲替陈青照看孩子。嫂子为此很不满。她也把孩子带回来。让陈青母亲帮忙照顾。生活在一起。 嫂子常常跟母亲。说母亲偏心。只帮陈青带孩子。给他们钱太少了。陈青尽量在生活上弥补他们。平日离给继父一些钱。也负担家里的一些费用。她希望能让大家都满意。但家里却还是鸡犬不宁。各种争吵。 一次。在母亲和继父争吵过后。陈青忍不住。把当年继父对他做的事说了出来。母亲的反应是一下子坐直了。难以置信地望着陈青。 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及此事。陈青想。母亲应该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。说出来又能改变什么。十几年前的事。难道还要去追究不成。跟父亲家这边的关系。陈青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他们。父亲的财产他不要。都给弟弟。但继母还是对陈青非常防备。 帝弟弟隔三差五问陈青要钱。买这买那。陈青尽量满足。但一开口要一万块的手机。陈青实在答应不了。帝弟就干脆把他拉黑了。陈青真的很羡慕弟弟。他从来不知生活的苦。不知道没有钱的难处。每年买衣服都能用几万。 而陈青自己。现在也只是在淘宝上。几番比较厚才能买一件衣服。他在努力维系着亲情。有时觉得自己太刻意讨好了。但没有人记得他的好。就像当年继母跟父亲吵架闹离婚。陈青把仅存的97元给了继母。 就像父亲2017年。生意遇到难关需要资金周转。陈青借遍了所有人。包括公婆出资。一起给了父亲70万周转。陈青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。他不要他们的钱。也不涂他们的房。 他只是希望维系这一份亲情。但是真的好难。走到今天。陈青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失败的人。跟继母跟弟弟还有继父嫂子。跟他们的关系都不好。他什么都没有做。也没有伤害任何人。但在他们眼里。他却是坏人。 今年陈青已经30岁了。有一个3岁多的漂亮可爱的女儿。也有一个幸福的家。可时至今日。经历过那么多艰难困苦的日子。陈青还是学不会与过往和解。还是不能放下。他依然在耿耿于怀。他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伪装。 伪装不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坏。伪装着对他们好。原来那些过往是自己的影子。是自己手里的风筝。一直紧紧跟随着自己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